部長請 曾偉好 是 部長好 部長我請教你幾個問題 我們繳稅給政府啊 可不可以繳食物 不可以 用現金 有沒有繳食物的稅 食物抵繳就有遺產稅 有遺產稅有食物抵繳 那我如果吧 用食物的方式抵繳給政府 政府怎麼算我的價格 用什麼時間來算我的價格 用就是像 就用我抵繳的時候的時間 遺產稅就是用 照道理啊 遺產 死亡時的遺產的價值嘛 那個食物已經在遺產時 已經平價了 就遺產時的平靜價值 就是遺產的時候抵繳的當時 對 像股票 在死亡時的 那我可不可以 部長我可不可以要求 等到你真的我食物給你 你賣掉了以後 賣多少錢 然後才來算我真正死角的數 可不可以 土地好像可以 土地的抵繳 我可不可以要求 到最後賣土地了 我印象中 不是 那個是 不是 等到你政府真的賣掉 處理掉喔 如果政府一輩子 都沒辦法處理掉 那我就一直等喔 我不知道我到底 可以抵多少稅喔 可不可以這樣 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們整個繳稅制度都亂掉了嘛 不是嗎 我再舉一個例子 請教部長 如果我今天捐贈 我捐錢捐給政府啦 政府說好 我可以在報索得稅的時候 我捐贈可以扣除 那我扣除的金額是以什麼時候來算 就是捐贈死的價錢 對嘛 是不是 我可不可以說政府可不可以這樣講說 對不起喔 你要等我 你捐給我食物 你捐給我食物 等我處理掉的時候 真正多少錢我才讓你捐 沒有啊 食物抵腳 就抵腳的時候那個 那個稅都繳輕啦 是嘛 所以我要跟部長請教的是 我們在鎖的稅裡面 也有可能發生 你用食物譬如繼承道路 我就可以捐給政府嘛 那繼承道路多少錢來認定 對不對 然後我也可以說 我如果遺產稅 我用食物抵腳 食物抵腳也有食物抵腳認定的問題 我們的認定的時間 都很清楚 就是以發生的 當時的那個時候的價格 對不對 那今天呢 我要特別問部長 現在我們反過來 有納稅義務人 我們叫納稅義務人繳稅了 結果他拿到股票了 他說對不起喔 現在不能課 等我賣的時候 我賣多少的時候 我才可以知道 我到底應該繳多少稅 你覺得合理嗎 委員這個個案我是 是什麼稅啦 然後是什麼狀況 員工分紅入股 啊 員工分紅入股 我就是要問你這個啊 啊那個 最近我們為了 其實不用繞這麼大圈嘛 最近我們為了加稅 部長 我是要幫你啊 找出一個對外澄清的一個很好的說法 這是一個對稱性法律的制度 所應該要維持的基本精神 最近這幾天大家都在談這個 經濟部在談這個 部長 我要這邊慎重的提醒你 絕對不可隨便退讓 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把它制度變成一個合理的課稅制度 中間牽涉到拿到股票了以後 合理的所謂的認定價格的時間 對 這牽涉到合理的繳稅的時間 這牽涉到合理的價格認定 我們好不容易 在整個租稅制度把它恢復成這個樣子 但是看起來部長 你承受了蠻大的壓力喔 你會不會退讓 當然大家都把人才外流啦 把景氣低一米全部責任放在這 所以我就說嘛 完全在舊思維情況之下 經濟部所做出的同樣的 這樣沒有辦法超越傳統想法的一種 這個錯誤的作為 我們還在想 今天只是為了薪水太低的問題 然後行政院交代了 各部會要努力 經濟部想了半天 又是回到減稅 又是回到這個員工的分紅的這個問題 他們遭受到的壓力我當然可以理解 但是部長站在稅制的角度 我們經過這麼長久的努力 我們要堅持的租稅的合理性 從我剛才舉的例子 如果這樣的話部長我就要提案喔 把我剛才那個通通言成 實際上變賣的時候你才可以認 對稱嘛 對 這是完全錯誤的一種觀念 部長你一定要記得 對外的說明講清楚 最重要的是 制度的基本的健全的精神一定要維護 沒有錯 這個有我們有說明 部長好 第二個我要請教你就是 剛才也提到那個一週刊 當然你不看一週刊我也不看 不過既然這個問題談起來了 部長我覺得你在對說法上要更清楚 不是總部總統的問題 部長我請教你 課稅的基本立場是居住者 你剛才也談到了 我今天問你邏輯上 今天就算是你發現馬總統 真的要繳稅 跟馬總統有綠卡或公民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嘛 我今天即使不是美國人 我在美國居住的時間超過了以後 我管你是不是美國人我一樣課稅對不對 對 所以你今天去問美國說 馬總統有沒有繳稅 就算他要繳稅 他是不是代表他有綠卡 沒有關係嘛 我們反過來講 就算是馬總統是美國公民是綠卡 是不是代表你去問稅 他沒有繳稅 就表示他不是美國綠卡 沒有你美國綠卡或美國公民 是不是 也不是嘛 所以這邏輯是完全錯誤的 這完全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稅行他的政治目的 部長 站在我們的專業的角度 我們 一針見血的就可以把它戳破 因為課稅與否 你透過用稅的方式來認定 跟總統有沒有綠卡 有沒有美國公民 是完全沒有關係 今天我繳稅或不繳稅 就美國的稅法的角度來看 包括我們台灣的稅法 其實也完全沒有任何邏輯的關係 他們是要導入政治的議題 對嘛 所以我就盡量 所以我才說 你要破他就是因為他是居住者 所以今天你即使證明他有繳稅 也不代表他是有美國綠卡 對不對 反過來講即使美國人 即使我有美國綠卡 我不一定代表美國繳稅 我不在那邊居住 時間超過啊 對不對 是完全八竿子打不著的事嘛 對不對 好不好 你的專業 你講出這個話 比我講的有份量 你只要這樣講 社會就會聽 不會 輿論就會了解 好不好 第三個我要請教你就是 剛剛這個我們世保雄啊 說拍十七條 他其實有點受 他覺得他受了冤枉 因為有在野黨的委員 提出十七條要談 我在這邊呢 幫賴文再進一步澄清 我也提了十七條的修正案 我提了十七條修正案 跟所有的委員都不一樣 你以為提十七條的修正案 就一定減稅嗎 只有我的是加稅 所以今天賴委員 今天如果要談這個問題 所有的委員談的案子 你都擔心說五百億六百億 部長啊 我幫你加回來 我的案子 很可惜 來不及復委 但是如果明天在談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考慮的是 十七條講到的是扣除額 但是這個扣除額本身 我上一次特別提到你 部長 我們那個除夕特別客廚 跟所謂的那個 貸款的利息的那個部分 那個是我們長久以來的錯誤 那個我們要調整 那個如果調整回來 一方面把部長 把以前的錯誤矯正回來 另外更重要的是說 他是一個小小的加稅耶 不是嗎 所以談十七條不一定 不一定是代表減稅耶 另外我提了一個案子 因為我們怕減稅太多 造成扣除額的腐爛 影響到我們的稅基的侵蝕 所以我提議 扣除額的總額要受上限 我一再再很多 我當時在談十七條 十五條的時候 我就這樣建議過 但是很可惜 我沒有得到支持 所以十七條我再一次努力 如果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們就不用擔心去碰觸十七條 十七條不代表只能減 我們一樣能夠把十七條的扣除 而控制住 我們就可以擴大稅基 我們來免 免除我們所遭遇到的這個困難 所以十七條沒那麼可怕 第四點我要請教部長的是 剛剛你特別提到 我們未來的房屋稅的自助的部分 那我後來繼續去追蹤一下 你說有送到財委會 但是我還沒有看到 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自助的定義 我是請付稅署的 還沒有 我剛剛問了還沒有 不過我要請教 請教這個部長 這個委員他會送到財政委會的委員 運氣不好 你這個會想不是 所以趕快補一下就好了 送給財政委委員 送了送了 但是我剛剛問說沒有 沒關係啦 不過部長 你別忘了 我遲早要回娘家的 所以呢 如果 如果有機會也讓我看一下 不過我想請教部長 專門請人立刻送 不是部長 馬上給 但是我要請教你就是 如果按照你剛剛講三戶 部長 會不會太多了 我就草案而已啊 征選大家的見 我要跟部長交上一個觀念 我們光是自用住宅的定義啊 其實在好幾個稅都有 基本是地價稅 對不對 地價稅對房屋的資助 我們在奢侈稅有 我們在所得稅 我剛剛講那個房屋 買房屋的時候 利息的扣除也有提到 因為只能自用住宅 OK 所以你如果去看 每一個相關的法律的 自用住宅的定義 其實它有寬鬆的差異 我們現在要想的 奢侈稅 為什麼要比地價稅 來得更嚴 所得稅也一樣 我們同樣的自助 我們本來是所有權人 配偶 然後親屬的部分 奢侈稅跟這個所得稅的部分 都針對未成年 地價稅是針對 只要直系親屬 所以按照剛才部長的想法 如果房屋稅也是按照 只是直系親屬的話 其實它會相對的寬 這一相對寬的以後 我就要請教部長 如果我們今天幫孫子買孫子寄住可以嗎 祖父母可以嗎 成年的子女可以嗎 如果是按照直系親屬講起來的話 我們講的不是用他名字買喔 是自己名下 我知道啊 我知道他給他住嘛 自己名下買給父母住 買給直系親屬住 或者夫妻分開 包括孫子這邊 孫女 如果 如果 包括我的祖父母 包括我孫子 不只是父母而已喔 祖父母 然後包括我的這個 所以有一個複數限制啊 不是所以喔 部長我覺得齁 今天我們談這個問題 自助的定義永遠不應該變 唯一的差別 就在於各個不同稅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以稅的本身的制度的精神 去做適當的約束 這個跟自助本身的精神 這定義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定的就是自助定義啊 不能出租 不能營業 要公職系親屬居住 我知道 再來一個複數限制 在奢侈稅我們剛剛才加了一個叫有40 居住的40 那個有地方認定 是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有居住40 這個部分齁 你要嚴格的去思考 我們好不容易 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 希望達到的目的的效果 不要透過因為定義認定的過寬 而讓整個制度的精神破功 好 我們再來檢討 好 謝謝 謝謝這位的質詢報告委會